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来说他们三个也可以各成一派 因为他们三个并不完全相同 但是呢只是因为他们三个基本上是处于同一时代的画家 而且呢他们和印象派画家前面讲的他们也是好朋友 然后关系也很好都彼此认识 而且呢这三位画家呢从某种角度来说 他们的话也受前辈的印象派的画家的画作的风格影响 所以因此呢我更赞同于呢把他们另立门派 叫做后印象主义 好那么关于赛上和高跟 当然呢也因为时间的原因啊 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讲他们 但是呢我们稍微提一下 嗯高跟 我们说啊好或者说我们说这三位画家 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也就是他们的画作更具有个性 他们更强调于在画面当中 要表达一种思想和精神层面 或者说甚至是一个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的思考 那么他们就更 嗯他们和印象派相比呢 不太倾向于是一个仅仅是 技法绘画技法和色彩的这样一个革命 所以他们更注重的是人的 这样的一个在画面上表现的内在精神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特点 所以说他们的画面呢更具结构性 手法更辛辣概括 色彩更加的单纯强烈 更具表现性 并且呢对于现代艺术的兴起 产生了重要影响 可以说这三位画家对于现代艺术 比方后来的马提斯毕加索 都有非常非常重要的影响 好比方说赛尚 那么赛尚呢曾经提出了 我们先看一下赛尚 赛尚呢他曾经提出的是一个 呃从观察方法的 这样的一个角度呢 呃来进行了一个绘画的这样一个革命 可以说 那么在他的画面上不光是出现的多视点 还有抽象画和几何画的表达方式 所以他的这种绘画表现方式呢 对于毕加索的影响特别特别大 所以毕加索说他赛尚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亲 也就是现代艺术之父 而赛尚呢他自己也说 他说世界上只有一个画家存在 那就是我 那么他非常的自信 可是呢在他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 当时的19世纪的这样的一个巴黎 那么当时呢他的画作呢 其实呢人们完全不能接受 因为他所提出的这些理念 包括闪点透视的多透视角度的这样的一个画法呢 因为他会把那个画面 从左右上下 甚至是不同的角度 全部融合在一个画面上 所以人们觉得这简直是很奇怪的一种画法 从我们现在来说 其实有点像摄影 或者说是这个电影里面那种蒙太奇的那种剪辑的手法 可是呢毕加索呢非常赞同 所以当时没有人可以理解赛尚 因为他太前卫 所以这样呢他说 他虽然很孤独 但是他说好吧 你们都不理解我没关系 可是我认为我最伟大 也得益于这些画家的执着和自信啊 所以他们呢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艺术的理解呢 一直坚持下来了 好 那么高跟 高跟呢则是 他其实是半路出家 相当于作为艺术家来说 那么年轻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股票经纪人 做得非常成功 但是呢后来呢突然的转向而觉得 我很有钱可是我不快乐 当然呢也有人分析呢 说那个时候呢 就说你赚了很多的钱 可是呢 没有理由你去改行啊 没有理由你突然涉足了一个 你从来没有涉足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行业 所以有人认为呢 也可能是那个时候呢 经历了一些经济的萧条 所以说高跟的这个职业呢 受到一些打击 但是呢从经济上来说呢 其实并没有差到很差的地步 但是高跟呢突然觉得不快乐 然后他觉得要找一个很纯粹的 原始的这样的一个美 他在追求这个过程当中 最后呢他就跑到 离巴黎很远的一个叫做塔西提岛 他跑到塔西提岛是土著生活的地方 他说我要生活在一片原始的 这种淳朴的地方 那么我的作品呢 才能够画出这种单纯的 然后淳朴的 自朴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且他追求一种原始感 所以他的画面呢 色彩丰富 而且浓烈 但是呢又神秘 这样的一种绘画风格 所以我会看到 他们其实追求的完全不一样 好 那么呢 梵高呢是在这几个画家里呢 应该来说最具有特点的一位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以梵高为主 来给大家呢做一个介绍 好那么如果说讲到梵高 我们一定要讲到的就是他的生平 如果你不了解梵高的生平 然后你来看他的画作 可能你可能只会看到可能20% 或是30% 当然你也可以有你自己 在完全不知道他的这样一个 生平状态的情况下 凭着你自己的一个第一直觉 去感受他的画面 这也是一个艺术欣赏的方式 但是呢对于梵高我更建议的是 我们一定要了解他的故事 但是实际上呢梵高的故事 可能已经被大家所熟悉 所以我曾经在找资料的时候 我看到这样一句话 他说梵高没有到过中国 但在中国却处处都是梵高的故事 也就是关于梵高的传记小说 介绍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书籍呢 特别特别多 而且很早就在中国呢有出版 好但是今天的课程上呢 我还是会简短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梵高的这样的一个生平经历 好梵高呢他是河南人 然后他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 就是他的父亲以及他的祖父都是牧师 就都是神职人员 所以梵高他从小啊 他其实这个宗教信仰 他是非常非常虔诚的 而且梵高其实他最主要的梦想 是要当一名牧师而不是画家 只是后来当牧师的这样的一个梦想 破灭以后没有办法 然后他才想立志去当一个画家的 是这样子的 那么梵高的出生所以说呢 如果既然是神职人员家庭 那么在当时绝对是中产阶级以上 而且梵高这个家族呢 也经营了一个叫做古比尔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呢 是当时欧洲最大的绘画经销商 所以说实际上有人甚至笑称说 梵高的出生 其实呢他是一个富二代 他的家庭呢并不贫穷 好所以梵高是这样出生的 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 梵高的母亲在生下梵高之前 怀了一个孩子 然后这个孩子呢一生下来就夭折了 然后这个因为这是他的母亲第一次怀孕 所以这个事情呢 对他母亲的打击呢就非常的大 好即使随后呢他马上就怀上了梵高 并且呢生下了梵高 但是呢他的母亲呢就一直没有从 失去前一个孩子的这个痛苦当中呢 缓过生来 而且呢当梵高出生以后 他的名字也用的是前一个孩子的名字 叫做Wincent 所以梵高只是姓而已啊 他的名字其实是Wincent 所以说梵高一出生 连名字都不是他自己的 好梵高出生以后大概两年以后 梵高的弟弟提奥也出生了 提奥梵高 好结果这两个孩子相继来到人世 却都没有给梵高的母亲 带来太多的心理的安慰和安抚 他的母亲一直沉浸在 失去前一个孩子的 这样一个极大的痛苦之中 所以说这样呢 在梵高的成长过程当中 母亲对他的关爱呢不是太多 然后梵高可能就是和弟弟的关系呢 好一点 所以在这个状态下有人说啊 梵高出生以后虽然父母双全 可是却没有太多的得到母亲的关注 以及母爱 所以这对他的可以说在从小呢 就为他的这样一个比较悲剧性的 这样一个一个人生的过程呢 可能是埋下了一个伏笔 也可能是种下了一个鹰 好然后随着梵高的成长 在高中以后高中毕业以后呢 梵高呢就进入了家族的 这个顾比亚公司工作 然后就卖画 然后小的时候梵高喜欢画画 但是只是没有专业的学习会画 所以说呢他还是具有一定艺术素养 加上在这样的家庭的熏陶之下 他实际上他的艺术修养还是比较高 而且有自己的艺术品味 所以最早去到古比亚公司的时候呢 梵高的工作状态比较好 但是呢随着第一次的恋爱来临 那么梵高呢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打击 也就是当时呢梵高呢爱上了房东的女儿 结果呢房东的女儿其实已经订婚了 已经订婚 并且呢他也告诉了梵高说我已经订婚 可是呢对于梵高来说 我们知道梵高的一生他最大的特点是他非常的狂热和自作 他认定了想做什么或者他爱上什么 他爱好什么 他会投入他全部的狂热的精力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说梵高觉得你订婚算什么 你又没有结婚 我还是有机会啊 所以他就还是继续很热情的热切的去追求这个房东的女儿 结果呢这样呢就使得房东女儿其实有点害怕的 为什么大家可以想一下 因为梵高后来甚至是有时候会跟踪这个房东的女儿 所以大家想如果作为一个女孩子 拍视频面前的同学你们可以想想 如果作为一个女孩子 如果有一个男孩子这么狂热的爱着你甚至还会跟踪你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害怕 你不会觉得这个狂热的爱让你感到欣喜 其实你是有点担忧有点害怕有点恐惧的 所以后来呢房东的女儿呢就更强烈的拒绝梵高 觉得梵高有点发疯有点疯狂 好这样呢梵高就受到了彻底的打击 结果呢梵高在后来工作的时候呢就经常的心不在焉 然后工作状态呢就不太好 然后对于他的销售业绩呢也有影响 所以这样呢后来在就是因为这个实在是工作状态 受到太大影响以后 我们说即使是家族企业 也后来就还是辞退了梵高 觉得他工作的不是太好 好这样呢把梵高辞退以后呢 梵高就失业了就没有了工作 然后梵高想那我该干什么呢 然后梵高想起他最大的梦想其实是想当神职人员 于是他就去考神学院 因为当时呢你当神职人员当牧师当神父 就像我们说你要有营业执照你要有文凭 那么就是你要通过一个考核就是神学院的考核 但是呢在这个神学院的考核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科目很死板 梵高呢并不一定很赞同 觉得有一种很刻板和古板的这样的一些学习 所以这样呢就导致了神学院的考试他没有通过 结果没有通过呢但是梵高还是很想当牧师啊 结果呢因为梵高的父亲和祖父 所以说他其实是牧师世家是不是 所以这样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和神职人员是有一定的关系吧 然后就费了一点劲 然后当上了一个自费传教士 好那么那个时候的自费传教士 就会把他拍到最偏远最困苦 就是大多数神父都不愿意去就条件太差的地方 但是梵高很开心 然后他就觉得啊只要能当牧师 他的理想他的梦想就实现了 所以他很开心的去了一个当时最穷的一个矿区 当他最开始去到这个矿区的时候 他也觉得很吃惊 没想到有人可以生活的这么穷 那么这些矿工衣服都没有办法完全保暖 然后吃的一点点经常会挨饿 然后还要去做体力活 然后下到很深的那个很让人害怕的那个黑去去的 黑油油的那个矿底下去 然后去工作 然后梵高就没有想到他怎么有人是这样子生活 所以当他去当牧师的时候呢 他就画了很多当时很贫穷的这些矿工 画他们的劳动 然后梵高呢因为他是一个极大的狂热和慈悲和爱的这样一个人 他把他理解为这就是宗教性的爱 这是在宗教里面 然后他应该带给人们的 他应该去传播的这个爱 很伟大的一种爱 所以后来呢他就把他的吃的给到矿工 把他自己穿的衣服也给他们 然后最后就把他住的地方甚至都让出来了 然后最后当有些矿工们生病 甚至有时候是生传染病 然后梵高就不顾被传染的危险 他要去照顾他们 然后他甚至跟着那些矿工们一起下到那个很深很黑的那个矿底 他说我要去感受他们的痛苦 我要去感受他们的恐惧 他们每天都要那么几十米下到地下深处 然后那个时候条件很差 随时可能那个矿就会崩塌 他说我要去感受和他们类型一样的恐惧 我才能帮助他们 所以梵高是一个有极大的怜悯心 就真的是可以和人感同身受的和他们这样子相处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非常尽职的牧师 应该是 好 结果呢一年以后 当绳子人员梵高的上级领导 来检查梵高的工作状态的时候 他们惊呆了 因为他们去到了那里 他们不知道谁是牧师 不知道谁是梵高 因为梵高已经变得和那些矿工们一模一样 穿的一模一样 吃的一模一样 好 结果呢他们发现绳子人员应该是高贵的呀 怎么能把自己搞得跟矿工们一模一样 所以这样呢 梵高的领导们呢 就觉得梵高是不到能力不佳 然后就以这个理由把他给开除了 所以这样呢 梵高当牧师的梦想也破灭了 所以这样呢 梵高呢非常的沮丧 这个时候已经二十多岁 他没有办法 而且呢 作为家里的长子 家里人看到啊 你进古比尔公司你不行 然后就家族企业你也待不下去 然后呢 我们家族最显要的 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这个牧师职业 你居然都干不好 所以家里就觉得就是 没有办法是以这个长子为荣 他们觉得他简直是太不孝了 就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所以梵高呢 在他的家族里面也处于一个不被接纳和被嘲讽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位置 而在所有这个过程当中呢 唯一能够给到他安慰的就是提奥 好 这个时候呢 梵高呢也花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去思索 他说我到底该做什么 什么才是我最该去做的事情 然后这个时候呢 梵高想起他其实也喜欢画画 然后他觉得那我来当一名画家吧 而且呢 家族里呢经营的这个绘画公司呢 实际上呢对他来说 因为他对画家这个职业如何生存 他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这样呢他就和提奥商量 而这个时候提奥呢已经进了顾比尔公司 而且提奥做得很好 然后梵高说 这样吧 我现在开始学习绘画 我立志当一名画家 那么提奥你能不能够资助我 然后提奥就一口答应了 因为他们兄弟两个是一起长大的 然后提奥说 好我资助你 我提供你所有的费用 包括你学习绘画 生活和租房等等所有的费用 他我都提供 那么等你画好了画以后 你的画就给我 我来帮你卖 那我就是你的艺术经纪人 好这样的兄弟俩呢就达成了一致 那么梵高就从这一年开始学习绘画 那么大家知道这是哪一年吗 这个时候梵高多少岁 二十六岁 那么梵高呢其实是在三十六岁去世 大家看一下他的生活年代 所以说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 他才进入到艺术的这个圈子 所以在二十六岁的时候梵高才立志要改行 要当一名画家 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很能够振奋到我们的是 我真的很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在视频前的每一位同学 在你二十六岁或者二十七岁的时候 你敢改行吗 虽然我们现在读书啊 我们从本科读到硕士 然后到博士一路上去 可能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 你已经在读博 或者说你刚刚硕士已经毕业以后 即将进入工作 所以你可能已经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的成本 在你的这个学业和你的专业上面 但是其实你并不知道你到底适不适合这个专业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你真的 你真的敢改行吗 其实我们不一定啊 我以前在课上其实问过同学们 其实大多数同学我看到都在摇头 不敢的啊 他真的不敢 可是呢梵高真的是一个大气晚成的画家 在二十六岁的时候 他开始改行了 好 那么呢但是呢在后来的这十年呢 并不如他所愿 因为他虽然很努力的学习绘画 而且画了大量的绘画 然后特别在他生命当中的最后几年 他的画作是非常非常多的 他一天可以画好多幅 但是呢他的画始终没有卖出去 然后呢在他的这个生命的大概在最后一年的时候 因为他的弟弟提奥结婚 然后有了妻子乔安娜 结果呢 并且呢他们也生下了一个孩子 而且呢由于提奥一直支持梵高 所以会把他们的孩子也取名叫做Wincent 所以梵高当时其实是很感动的 就他有了一个侄子 居然跟他名字是一样的 但是呢因为已经资助了提奥资助了梵高有达了十年的时间 所以说已经花费了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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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钱财 所以甚至呢在梵高最后一年的时候呢 提奥有一次就跟梵高说 他说因为你的原因 我不得不削减我的妻子和孩子的费用 所以梵高这时候呢就特别沮丧 因为十年了他的画作一直没有卖出去 所以这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和经济的压力 梵高从来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但是他也不想因为自己而拖累弟弟 好后来过了不久呢 他卖出了一幅画 一幅叫做《红葡萄园》这幅画 卖了五百法郎 但是呢他生前其实就只卖了这一幅画 但是当时卖出这一幅画的时候呢 对梵高来说 因为他在十年当中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事业没有起色的状态 所以那个时候呢也没有给他 以太多的这样的一个兴奋 和这个能够使他振作下去的动力 所以后来呢在他36岁那一年梵高 最后他实在没有办法忍受 自己会成为一个别人的负担 所以这样呢最后就开枪自杀了 是这样的过程 好但是呢我们说提奥和梵高 因为提奥一直支持梵高 而且在这十年当中 他们的书信往来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后来结果梵高去世以后 提奥就非常的懊悔 他觉得我不该给梵高压力 他说我不该跟梵高说那句话 所以呢结果呢在梵高去世的 大概大半年以后 提奥也去世了 所以后来呢人们就把他们梵高兄弟俩呢 葬到了一起 所以我们会现在是看到的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看梵高的墓的话呢 梵高和提奥他们是在一起的 他们的墓地 然后包括他们是兄弟俩 有的人说他们就像双森林一样 他们俩是一直在一起的 好然后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 当提奥也去世以后 然后提奥的妻子乔安娜 他就开始整理大量梵高和提奥的 往来的书信以及画作 所以过去乔安娜是不理解 梵高是一个怎样的人 因为他们很少住在一起 当他真正去整理这些书信 以及画作的时候 乔安娜发现了梵高的伟大 然后他自己都被梵高所感动 而且特别是梵高和提奥 他们之间的生命的连接如此之深 那么梵高去世 提奥跟着去世 好乔安娜就在整理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就想我要为梵高办画展 虽然过去提奥经营梵高的画作 不是很成功 可是乔安娜却做得非常成功 他不光披露他们的信件给世人 让他们知道 然后他就开始为梵高办画展 而且他只办画展 他不卖梵高的画 这样很多人就了解到梵高的经历以后 就出于好奇来看梵高的画展 但是那个时候 就有些人看了以后受到感动 他就自发的想去买他的画 可是乔安娜他不卖 他一副都不卖 所以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营销手段 结果这样很短的时间内 梵高就很多人都知道了 而且因为他的信件被披露以后 人们真的了解到梵高的内在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世界 因为梵高是一个极大的狂热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他在那个矿工去当牧师的时候 他是全身心的投入去奉献给他所有的爱 给矿工 然后当他画画 他就用他所有的狂热的这样一个热情和精力去画画 所以他干任何一件事情都是这样的 包括他恋爱 他恋爱也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呢 就导致了人们觉得 没有人像梵高这样画画 而且呢 包括有人研究了一下梵高以后发现 在梵高前500年 包括梵高之后 估计500年以内 都很难出现一个像梵高一样的画家 他绝对是独一无二的 好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呢 梵高就真的被世人所知道了 然后梵高呢 他们虽然那么年轻去世 可是梵高的母亲非常长寿 梵高的母亲活了八十多岁 然后最后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 他亲眼看到梵高的画作被收藏进卢浮宫 我们知道啊 在毕加索之前啊 有哪个画家如果他的画 他没死 然后他的画想被收藏进卢浮宫 是不可能的 只有毕加索是第一个活着 亲眼看到自己的画作被卢浮宫能够收藏 但是梵高的母亲 看到了梵高的画作被卢浮宫收藏了这一天 可是呢梵高的母亲过去是非常的不接纳梵高 而且从来不觉得梵高的绘画有多么的值得 他把他的画作很多都送了人 然后呢也给了 甚至拿去胡鸡窝 好 所以这样呢 这是梵高 我们可以说这是大概的一个梵高 从他出生到他去世 包括在他去世之后 又发生了什么的 这样的一个故事 好 那么通过这个故事呢 我们大致了解了一下呢 关于梵高的这样的一个生平 好 下面呢 我会比较快的给大家看几幅 看几个新闻 好 这个新闻呢 其实这是我的扫描件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的是在20 这个新闻是2003年啊 7月16号 2003年的报纸 然后我一直留到现在 然后在2003年的时候呢 天文学家就从梵高的画作星月 以及夜里的白屋这两幅画 天文学家啊 他研究这个月亮和这个星空 以及当时的这个山 然后这样的一个一个场景 就是他绘画的这个场景的地理位置 然后呢 那结果呢 就判断出梵高在画这幅画的时候啊 画这幅画的时候啊 画这幅画的时候 应该是在1889年的7月13号 21时08分的月空 就是梵高是在那一刻画下的 这个这样一个场景 结果很巧的是 114年后的2003年的7月13号 画中的这个情景是再度出现 就是这个这个星空这个星象啊 再度显现 这是很有趣的一面啊 好 然后这是 这也是2002年 这也是2002年的报纸 我一直留到现在 2002年呢 报纸上有一个新闻是这样说的 他说梵高博物馆 有两幅作品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 这个四海弗林恩的海景 和一个教堂的写生 这两幅画呢 突然被盗 然后因为贺兰的这个梵高博物馆啊 拥有大量梵高作品 而梵高的作品到现在来说 价值非常高 所以说这个博物馆的这个 安保系统是绝对的世界一流 绝对可以排到世界一流 不比卢浮宫差 但是呢 结果呢 这两幅作品居然被盗 而且这两幅作品之后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 十几年都没有被发现 但是呢 直到前几年 我们看一下 到2016年 它是2002年失踪的 到2016年 被找回 但是呢 这个被找回以后呢 警方没有披露太多细节 也就是说这两幅画 失踪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 所以这两幅画呢 后来呢 虽然现在啊 好像我记得 现在是应该放回了美术馆 但是呢 我们不清楚这个画作呢 到底经历了什么 但是实际上在艺术市场 有一个这样的现象啊 就像梵高 毕加索 包括达芬奇 这些世界一流画家的画作 一旦被盗 在黑市都无法流行 因为它太有名了 你在黑市一出现 你不可能说我偷一幅名画 我就拿去卖 我就可以发家自负 不可能 这样的作品 你在黑市都卖不出去 所以后来呢 在大概十几二十几年前呢 就有过这种现象 也就是有一些 特有钱的艺术爱好者 收藏家 他一辈子 可能他就想拥有梵高 或者是莫赖 或者谁的一幅画 可是呢 他们的画作 真正最棒的作品 是不会拿出来拍卖的 那么他怎么办 他就会 花很大的价钱 去雇佣最棒的盗贼 偷画贼 去偷这个画 偷了这个画以后呢 他也不可能 把这个画拿来分享 他可能就放在家里的 可能是地下室的保险柜里 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一个人静静的打开 读乐乐 欣赏一下 也不可能 给任何人知道 所以过去曾经有一些 非常著名的画作 后来的下场是这样 然后直到这个人去世 他的财产被清点 才知道 哦 原来这个画在他手里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 这个不可告人的 这样的一些线索 所以包括这两幅画 后来被找到以后 没有披露任何可他们相关的信息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里面 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可能性啊 这里面其实故事蛮多的 我们可以自己劳补啊 去想象一下 好 那么今天这一堂课 我们就到这里 这一堂课呢 我们是以樊高的 这样一个生平为主呢 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然后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会给大家介绍樊高的 最著名的作品 向日葵 好 今天我们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